你好 大家好 我是烟猫动画的风雨员木木 今天也是蜂蜜与狗狗猫的时间 距离上次果冻风快星球事件已经过去了几天 这天蜂蜜与狗狗猫正窝在沙发里 看着亮仔派派的午餐吃播时间 他们真的挨探了这个节目 而且联播特别偏离 还会揭露派派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天啊 路两人决定今天哪都不去 就窝在家里 结果一阵敲满声打断了他们 哦 是房东小豆豆 他满头湿漉漉的 认真的说这是厕所水 因为蜂蜜家的马桶漏水了 导致他家马桶也 总之他是来修马桶的 虽然蜂蜜说没必要 但小豆豆很坚持 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锤子 自顾自走进厕所 看对方这么认真 蜂蜜也决定不打扰他了 可小豆豆却说 自己需要更多的工作空间 让蜂蜜和狗狗猫退后 退后再退后 然后他们换成泳装来到了海边 已经不能再退后了 毕竟蜂蜜怕水 连碰都不能碰一下 好在这附近有很多海之家 肯定有一家 正在放亮仔拍拍的 午餐吃播时间 然而连续去了三家都没有看到 一来二去 蜂蜜都嗨了几个度 而狗狗猫建议他 可以逼店转换台 可他不喜欢指挥别人 两人安静了好一会儿 他忽然灵光一闪 委托中介不就是个 有巨大屏幕的电视机吗 他们找个理由去蹭一蹭 狗狗猫非常赞同 结果委托信件 刚拿出来就被风吹跑了 追的时候 还有一大群猫咪跟在蜂妹的身后 等到狗狗猫顺利在海上捡回了信件时 她又死活不可过去 因为蜂妹真的很怕水 狗狗猫主能委屈自己了 而另一边 小豆豆还在修马桶 她用一只小鱼竿 从里面掉出罐头食品 虽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但至少把马桶修好了 这是一件好事 而蜂妹和狗狗猫 来到巨大屏幕面前 请求她转播一下 拍拍的节目 但是屏幕默的感情 来这儿就必须去工作 就这样蜂妹被迫穿上了专门的工作服 然后和狗狗猫来到了猫头熏球 这里有家超大的玉屋咖啡馆 雕心人们在这里一边泡澡一边吃东西 药都犹在就有毒犹在 但蜂妹有点嫌弃身上这套厚重的网友服 而且猫不是说顶居应该怕水吗 她大喊了一声 把所有的喵心人都吸引了过来 没想到大家对蜂妹爱不释手 还把她当成咖啡馆的新馆创 伸手就能吃到蛋糕 想做什么都可以 而蜂妹还惦记着派派的出播节目呢 果断的让喵心人们抬她去看电视 至于狗狗猫嘛 已经完全被忽视了 一副口连巴巴的样子 最后也只能迈开小短腿自己跑 而蜂妹正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前面放着各种零食 后面还站着一大群迷媚喵心人们 此时狗狗猫也来到了门口 可我就拿起的进去啊 她只能命令喵心人们让开 结果自己却一脚踩到了地上的蛋糕摔倒了 妈也好可爱呀 但喵心人们却觉得恶心太恶心了 这是他们有史以来 见过找到最糟糕的猫 而蜂妹呢 整转心致致的看派派呢 丝毫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 结果看到一半 因为不小心弄脏了衣服 喵心人们就抓起蜂妹往外跑 来到外面的澡堂 想把它洗干净 但是蜂妹怕水啊 下了它撒腿就跑 在路上恰好遇到了狗狗猫 而狗狗猫也在生闷气 但作为一只最酷的仔 应该学会分清主刺 顾全大局 所以他跳到喵心人面前 把了一个巨可爱的姿势 惹得他们当场吐了一滴后 成功的把这群洁癖的家伙赶回澡堂 这时小豆豆给蜂妹发了条短信 说马桶修好了 他俩也终于能回家了 这时蜂妹没发现 自己离开前流下的眼泪 竟然变成了一颗水晶落到的地上 被传送到家时 他们已经完全错过了派派的吃播时间 但没想到 小豆豆竟然帮忙录好节目 蜂妹老兴奋了 但狗狗猫已经趴在沙发上睡得重香 而且小豆豆还在留言里 给他剧透了拍拍在喜欢吃什么 这让蜂妹瞬间行为索然 给狗狗猫盖好被子后 他也去睡了 看到这儿我已经被小豆豆蒙翻了 明明白天想好了马桶 却等到晚上拍拍的吃播节目结束后才厉害 完美前世了什么是小傲娇 好了 以上是蜂妹与狗狗猫 正视片第三集和第四集的剧节 我们下期见咯